來 家裡的男人也有自己的品味 但是有的時候買的東西 買的衣服穿在身上 老婆看起來就是怪 實在令人看不懂 所以今天我們請為四位男士 來看看他們身道的品味 到底老婆覺得超棒還是真的 我看都沒有 歡迎第一位要跟朋友去吃飯的 王少偉 天啊 真的要笑嗎 真的要笑嗎 真的要笑耶 厲害 不要說笑 你現在要去賞鳥嗎 你是不是要去賞鳥 他要先把鳥打下來然後再看玩笑 但是 我頭一次來貴節目我跟你講 這已經算是我最隆重了 對 我跟你講我通常都可以穿外套的 我今天稍微有點冷 我跟你講他們真的 因為小焦認識他很久了對不對 他真的非常尊重貴節目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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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今天穿了襪子跟鞋子來 對 對 他變成這樣 真的 真的 沒有啦 因為我其實私底下很喜歡這種 就是很像旅人的打扮 幹嘛啦 你是隨時要那個逃家就對了 對 我們是正在旅行 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幹嘛啦 我看什麼東西 你不要看我 看我的東西 我看到你裡面有什麼東西 你怎麼沒有放我的照片 所以真的隨時隨地要去外景 你戴墨鏡然後又戴這個水壺 對 環保水壺 野外求聖 對 但我們是跟朋友去吃飯 你朋友是大象還是老虎 有任何你身邊願意講真話的人 告訴你說 我覺得你的品味怪怪的嗎 他們是說 我去 比如說我去一個飯局 他們說你剛剛是去爬山嗎 我說沒有啊 那你是吃完飯要去爬山嗎 他們都會用這樣的疑問來問我 我們請媽媽們來舉牌 到底是覺得超棒的 小喬眼光很好的 請舉牌 怎麼可能看得懂 看得懂 真的看不懂嗎 出口在哪裡 你要去釣魚了是不是 怎麼會看不懂 我講真的 今天如果不是上節目 或者是大家世俗的眼光 覺得不能裸露 我會真的是 你幫我當自己家快 當自己家快 不行啊 那有沒有你自己曾經穿得 自我覺得非常的時尚 不管是吊膏或什麼 結果去吃東西或去哪裡 被拒絕了 我也是在英國 我朋友還千叮零萬交代 因為他就知道我個人是 穿這種休閒風 他說那個餐廳 一定就是要穿得很正式 對 有些是這樣 好 我就心裡想 我是上網去查 我心裡想 它是工業風的一個餐廳 那我就想說好 工人風 我要配合當地的風俗民情 我就穿著襯衫休閒褲 搭配了一雙非常潮流 皮革的converse 我就走到那個餐廳門口 就真的被擋住了 他說怎麼樣 我穿著很正式 休閒的這個襯衫跟休閒褲 都不行 已經很努力了 對 他說 他說 他說我穿的是運動鞋 我想說 我的是皮革的 而且是那種 就是有造型的 那種converse 他那麼要求就對了 因為其實你已經 襯衫跟長褲了 不行 你要穿皮鞋 然後後來你怎麼辦 還說你人長得太皮 所以就是 他可能 所以是人的問題 對 是人的問題 沒有啦 就是 他們要的就是皮鞋才能進去 所以 不是要上次任務 並不是我要戴一雙皮鞋 去英國就不去了 好 皮很好 很做自己介紹喔 謝謝 緊接著要歡迎第二位 也是帥帥的喔 歡迎 腰漢老婆看電影的帥哥 帥哥 這很可怕 這鞋子怎麼回事啊 怎麼回事啊 這適合去海湯的 對啊 你不信心 我只有一個疑問 有啊 你為什麼要把 你們用的T恤的花色 要透出來呢 沒有 因為你們要穿一件 才不會那個肌膚 那你可以穿一個素色的啊 你跟老婆出去看電影穿這樣 好像也還說得過去 其實我是覺得OK的 只是他可能要求比較高 他希望你穿什麼 因為他就是會有一個定位 他就覺得說他是藝人嘛 難得的約會對不對 小孩都安打給爸媽了 我們去看個電影 我們去用打扮成 貝克漢跟維多利亞 懂嗎 他給我一個這麼高的高度 那我當然就是很盡心的打扮 我就說不錯 還滿像貝克漢的啊 真的還好 真的還好 對啊 然後他就說 你這樣真的不行耶 然後你知道看電影的時候 你知道 完全不跟我靠 像說如果有人幫我們拍照 或偷拍拍到你怎麼辦 而且你知道他更過分是怎麼樣 看電影要進去 他還把票拿給我 我說我們分開路 真的 我都覺得這有點太過分了 可是他這個裝扮 他真的隨便都可以進場啊 我覺得 是 不行 你仔細說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 因為看電影 真的算滿休閒的活動 對啊 而且他就是長得已經有五十 六十分及格了 對 數據條很高 就是因為他可能 那這樣才六十分 不是 還是跟我的那個 好嚴格 好嚴格 聖力已經及格 他怎麼穿我覺得都還算OK 我覺得轉高的問題 還有就是他的褲子 褲子怎麼了 我很不喜歡那種 你知道就是那種 蠔蠔垮垮 然後很多口袋的褲子 就這 或是我大學的時候 才流行過的那種褲子 對 這好像教育 是不是 像我老公也是 不知道身高有沒有一百 其實他也很愛穿那種褲子 宰哥還好 你要把你老公的叫 狗出來 宰哥 我一百八十八 你看他穿不到膝蓋 所以你的褲子小明 應該是穿到這裡可以 對 他就穿到小腿肚啊 所以就很像小孩穿大人的褲子 有沒有 然後很多口袋 就可以放很多東西 然後他也最愛一樣 跟宰哥一樣穿拖鞋 對 所以每次就是因為口袋 可以裝很多東西 然後拖鞋這樣 走路 口袋就一大 對 然後我就覺得 好丟臉 好像走在路上 一面來路人都在看我 然後想說 你怎麼會跟這個人牽手 然後好像一個小屁孩一樣 我覺得宰哥跟王少偉不準 他們兩個高高帥帥的 對 穿什麼都好看 請回座 接下來兩位我覺得還是挑戰的 好期待 歡迎 搖壞蝎蹄蜂工作的 溫吧 算 OK 不是 帥 我看這個 我覺得可以 我覺得可以 很OK 很帥 OK 因為你也算正式一點 攝影師工作有時候 要跟大家互動 那沒事讓蝎蹄蜂 OK耶 但是因為沒有他帥嘛 所以衣服就不要輸他太多 你要跟他工作 為什麼要比他帥 因為要有親近的感覺 就是你不能穿得很 你不能穿得很邋遢 因為之前其實我拍過 有的是 如果他就覺得你很不專業 因為他其實衣服都穿得很好 所以我想說既然這樣的話 我們人不會贏他 重新投胎 重新投胎也 他也在太久了你知道嗎 太久了 所以人不會贏他 所以衣服要比較好一點 最近流行的爸爸風格就是 但他現在已經不穿拖鞋了 那其實他也是怕腳臭啦 三個看不懂 至少還有一個沒有錯啦 我覺得腳都會抖 對 你講他動動只要透氣 還要硬要搭個襪子 對 而且很累喔 而且我覺得短褲子 這個襪子都可以 剪得腿斷耶 我覺得 這樣把腳切成好幾塊 因為歐美那樣穿 是因為他們身材佔了優勢 腿比較長 然後腿又比較細 等一下 我覺得你們不像是在 就他的穿著在討論 沒有 沒有嗎 而且我們這次沒有 而且大家都沒有發現一個問題 他的配色是黑白 灰白 他在鏡頭上 是貼著很多份的耶 完全沒想到 而且灰白 最流行的斑馬蜈 隨時不光穿那樣 而且其實你們兩個 真的穿的風格好像喔 只有身型不太一樣 我覺得很好啦 而且他很知道 他自己的特色在哪裡 就是人家一看到他就會記得 對 沒有 我就說真的 就是我真的覺得 因為其實老師像這樣的穿著 在邵維或腳鴿身上 一定大得分 那因為他這樣的身型 穿著這樣乾乾淨淨淨 真的嗎 謝謝 各位朋友啊 蔡先生要去逛街啦 歡迎蔡先生 太棒了 好一條 真的是超棒的 這夠正式的 好笑 你要幹嘛呢 來這邊傳統水吧 你要說個換句 我看中神 你覺得我們這樣 那個面向看一下這個 我們那樣算是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 但是其實 我不是英國 我真的是英雄 你平常的時候我更喜歡 更喜歡中式的 中式的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像日本 他們可以穿和服上街 你坐電車 會有一些和服的女生 男生 都會有 買菜什麼都有 對 所以我覺得 我應該可以隱隱朝臉 所以有時候我出門 上街 他真的好真假 包包很難配 你真的要配什麼包包啊 他真的很認真在想說 要配什麼包包 他們都沒有口袋 都是在塞袖子裡嗎 對 而且我還有扇子 我請一個日本大師 幫我寫未來 未來 我覺得賽先生這個 不只是女生看不懂 對啊 所以我這樣出去 你們覺得是超棒 還是看不懂 當然 一定都看不懂的 你們這樣子沒辦法 到後面你我的五百人 你如果出現在我的這個朋友圈 我會問你說 你羅漢寺放下哪一隻 我知道你適合帶什麼了 鳥籠 對 這鳥籠 鳥籠裡面就放錢包啊 手機啊 好長喔 然後你可以用個布 把它這樣遮下來 對 到7000的時候 就去嗶嗶那個鳥籠 這樣對不對 對 你回到徐志摩 那個年代會好一點 好的 謝謝 曾經在 我要去穿越了 不過謝謝妳好像老公 妳好像不一樣奇怪的事 對啊 我真的覺得 中規中規就帥了 真的不要亂搞怪 像我老公就很喜歡 買一些奇奇怪怪的 好可愛喔 髮袋跟帽子 然後出門就真的給我 戴這種什麼毛怪的啦 妳戴嗎 她戴 她戴 然後三眼怪的啦 什麼小 真的有一點小飛像 這個我買小飛像 對 然後還 男生戴喔 對 那個龍蝦是什麼東西啊 不是龍蝦 它是張 張玉 張玉帽 你看 她就戴著張玉去吃飯 好帥喔 真的 海鮮餐廳喔 她是從有小孩之後 才會開始戴這個髮袋是不是 妳剛剛說好像是耶 對啊 你看 我就說 她當初沒有會戴這個髮袋 她會跟她結婚嗎 不是 我說妳其實的老公 就是娶到好老公 不是 嫁到好老公 又嫁到好老公 因為她就是想要辦這種卡通人物 跟小孩子的距離可以拉近這樣 可是我覺得在家裡戴就算了 可是有時候跟朋友出去吃飯聚餐 她也都戴這個 然後我覺得一個男生戴這個很怪 我就去買那種 長得比較普通一點的髮袋給他 然後我就偷偷把這個都藏起來 什麼叫普通的髮袋 妳是說 就是黑色的 沒有 就是黑色 橘色的 然後我就把這個都藏起來 他就以為不見了 他就去補貨 然後補一些更奇怪的 可能就是有眼睛的啦 好可愛喔 真的很可愛耶 小男生 真的嗎 你們覺得很可愛嗎 沒有啦 因為妳小孩現在那個三歲一歲的嘛 對 所以她就抓住這種青春的尾巴 對 等到她小孩笑她的時候 她就不會這樣 對 就是她女兒會 因為妳真的是女兒嘛 有一天她女兒可能跟爸爸講說 她喜歡帥的 我看妳老公馬上又不一樣 而且小孩很早就會很 大概七八歲就跟爸爸講說幼稚 像我老公就是 剛說嘛 身高不知道有沒有 可是他就很想穿花襯衫 就是要用那種鮮豔的花朵 他真的很愛花襯衫 他常常穿花襯衫來啊 複雜的 她跟布景好搭喔 真的 圖騰 如果她穿格子襯衫 你注意看那個寬格子裡面 一定有細格子 如果你不小心這樣 盯著她一直放空 你看 比較好愛花襯衫 有三個一的那個口外出來嗎 對 然後呢 這看起來有170喔 有... 身長 她就是你看她不管去哪裡 都要穿一些很花的襯衫 很漂亮耶 對 然後我就不喜歡這樣 因為我覺得她夏天 很愛去把地上曬黑 然後再穿花襯衫 對 然後我就 覺得這樣不OK 我就幫她買了一些 跟倩倩一樣 我就去幫她買了一些宿舍 我就有質感的襯衫 然後就讓她穿 讓她穿 可是她都不穿 她看那衣服就跟我說 你為什麼要買這些 沒有色彩的東西給我呢 你不讓我穿這個花襯衫 是不是怕我上節目太帥 你又沒有安全感 什麼 然後我就忍不住 跟她說 因為妳這樣看起來 超像太老的 妳不覺得嗎 她就覺得是我嘴巴壞 心眼壞 然後故意講這個話 她就說 我就是故意要轉 她不好看 好 我就說 那就讓妳 穿妳想穿的 隨便妳 那一天她就穿了 她的花襯衫出門 我們剛經過台北車站 那個假日在大廳 就有泰國人 要看我們跟她問路 然後我就覺得 她超活該的 因為我已經建議妳了 然後妳還覺得 沒差 她就曬得黑就是帥 穿花襯衫就是帥 也不能說讓女孩子 都永遠主導她的穿著 你知道嗎 因為像我老婆 她就是藝人 所以她平常上節目 可能工作需要 她會穿得比較性感 比較火辣這樣子 可是譬如說 我們帶小孩去公園玩 你看這是 譬如說是去溜不住 太辣了吧 這個也太辣了吧 這個公園就是很危險 而且她整個漏乳溝 然後又是短裙耶 真的很強耶 她真的好辣 是我拍得好 真的 那你下次來拍我看一下 你這樣可以拍這個 沒有 她就穿這樣 然後帶小孩去公園玩 然後你知道公園會爬上爬下嗎 你看沙坑嘛 對不對 那其實我都已經 我也看到她的胸罩 我不相信其他人沒有看到 我就提醒她一下 她就說 你不能這樣說 你看 這是什麼 我也不知道 然後你幫媽媽說感謝我 高燒 因為肯陪小孩子 一起出來玩的人 爸爸也不多 所以要給她們一點福利 下次我就這樣穿試試看 好不好 爸爸都回家了 爸爸都回家 但是她這個尺度上是因為 她太太會穿得比較少 但是女孩子的尺度 我就是沒有辦法很理解 我太太會在出太陽的時候 會有全套的裝備 不然的話帽子可以掀下來的 口罩戴起來有肩膚 那是我在曼玉嵐 對 她包起來 手套也有那麼黑的 全面防護 這個要去 群體也是圍上來的 什麼叫一片群這樣圍起來 這樣子 怕曬 所以平常出去就是 那個叫 怕曬 怕曬 真的還有專利有名詞 對 這個我也有經驗 我跟那個 有一次我們打網球 然後有邀請一位日本媽媽 來一起打 然後她從頭到尾就那個裝扮 打球還穿這樣子 真的 她就是即便很熱 她絕對不要曬到 怕曬 對啊 但是她到了冬天之後 又會再開始在身上穿一些 有毛的東西出來 毛毛的啦 好可愛喔 然後到了餐廳 就會放在桌子上 椅子上 看起來好像 有死動物 在那邊 很可怕 毛毛的真的很可愛 所以到處掉毛毛的在那個 我桌子上 死了一隻綠色的狐狸 這不是真的狐狸啦 好 各位觀眾 假皮毛 但我覺得 沒辦法 好像有動物的屍體 我很怕 店員跟我說 這個要出去 所以她穿衣服的風格 你不能理解 沒辦法理解 她可能能理解你吧 我要替男生說的話 我也很怕這種毛的東西 我覺得男生好像也是 我老公也是 就是為什麼 可是像我們家小孩就很愛 對啊 她小孩摸起來就很舒服 對啊 就很舒服啊 對啊 男生是為什麼會覺得 她刺刺還是鼻子過敏 覺得好重 就是 就是一個女生好好 然後突然之間放 不是 就是那個視覺上面 你說我們戴上去之後 視覺上面就覺得 好像多了一個很大的東西 對 我們就覺得 好可愛喔 就覺得很重就對了 對 就是 而且這顏色好好看喔 發霉的綠希龜 你老公都塞一塞 我也不能 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太妙了 你不能搭配得好 我覺得這顏色很妙 這不是皮草 這已經是草皮了 綠色的草皮 但是智希 你好像對男友的穿著 也有一點點意見了 我對她沒有什麼意見 那她有很奇怪的堅持 就有一次她來我家樓下接我 我就穿得很正常 我就很休閒 然後配了一雙黑布鞋 然後就很開心地跟她見面 她就跟我說 妳為什麼 其實我很早見就要跟妳講 妳為什麼要一直穿黑布鞋 怎麼會 妳模特身材耶 她就這樣講 你知道當下我真的超受錯的 我就立馬回去換了一雙白布鞋 然後現在我的衣櫃裡面 真的清一色都是白布鞋 沒有任何一雙黑布鞋 可是你看你黑布鞋 你腿有多長啊 對啊 她就覺得說妳上半身 感覺就是很清晨 然後下面配一雙黑布鞋 等一下 黃老師為什麼看我 妳自己在這搏搏搏搏的時候 我就在那裡想說 沒有 我跟黃老師 我黑布鞋會讓她又短又出 妳看我那邊報的力 我對時尚不懂 想要找個對照組嘛 那部鞋子都看不到 有一次我穿白布鞋 有一點點髒 她也不行 她就蹲下來幫我擦 她就說 哪會有女生白布鞋這麼髒 她要選總統啦 我不是 她要選總統啦 綁鞋帶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才一點點髒也不行 但我又覺得有點丟臉 所以我現在都會很在乎 我的白布鞋是要很白這樣 真的喔 妳的那個男朋友 是不是很喜歡收集球鞋 還滿喜歡收集球鞋 我跟你講 所有喜歡收集球鞋 都是有一種 對 有偏批 她如果穿她喜歡的球鞋 你溺水了之後 她要先把鞋子脫下來 然後才可以脫下來 是真的耶 是真的 我們每次錄那個外景節目 李懿不好意思 我沒有在講 很多人會弄髒的 她就是先把鞋子拿到旁邊 然後用布把它造起來 下去玩遊戲 用布造起來 對 就是不能碰到她的心 郭彥均也是 有一次我跟她就是在吃東西 在吃飯對不對 然後就是我說 那個柿子機幫我擦一下 那個幫我擦一下桌子 她在擦桌子之前 先把自己的布鞋先擦 然後再擦桌子 妳有鞋子嗎 妳有鞋子嗎 不怕算啊 她真的把自己的旁邊有沒有 周圍是先擦一圈耶 她也是這樣 超誇張的 就是哪個自己已經這樣擦 擦完之後再擦車子 對 男生的堅持 可是我覺得男生有一些 真的是他們真的不懂 我說真的 像我覺得妳穿那個黑球鞋 真的很好看 像我也是 我今年就買了 今年就買了我 自己覺得 有一個非常好看的眼鏡 什麼眼鏡 你看 現在 怎麼還有戀子啊 這是老鴨嗎 沒有 有一個大牌子 超流行的戀子 而且很復古耶 超好看的 看一下 妳好像麻辣教師喔 妳怎麼了 不懂吧 我老公真的不懂 我也不懂啊 等一下 妳們懂嗎 我覺得超棒的耶 真的很好看 就是會讓有男生 很多想像的空間 怎麼想像 想到妳的好棒而已啊 超可愛的 她那個目錄的位置 會移到前面 哥 妳這樣我就懂了 我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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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想要脫掉好了 好危險喔 我 沒錯 就是像這種 就是他們今年是不是這樣 而且大家是穿的是那種 很潮 很街頭 然後戴這種眼鏡 然後戴棒球帽 就很好看 我老公真的就不懂 現在流行的啦 對 而且你知道像我今年 還有我穿一個東西 他也是真的很不懂我 就今年很流行 那種超級的外套 而且是整個 你看就是肩膀西裝的 對 肩膀是整個掉下來的 衣服破了 對 什麼破了 這是習慣喔 然後他就真的很不能理解 他就覺得 這個尺寸應該是他穿的吧 我跟你講 這胖的人還穿不來 這種外套 我穿穿看 我不是說你 他是我老公的 冰了 沒有 我想穿一下 冰了 我沒有超過尺寸 OK耶 等一下 而且我跟你們講 這個外套一定要 手就這麼長 你要隨意就往紅 可是我跟你講 你穿完之後我會講說 而且現在做外套都這樣子 對 對 就是這樣 你知道現在外套都不能好好穿嗎 對 就一定要這樣子 然後你要擺姿勢一定要那種 就是很時尚 就是這種 然後像你剛剛講我老公也是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說穿嘻哈風 因為他可能覺得 因為我老公就是比較大隻胖胖的 所以他就覺得說 他很怕別人看到他的身材 想藏肉就對了 所以他就穿得很嘻哈 我都覺得 你都幾歲了 你在那邊跟人家又又又穿這樣子 我覺得真的很不OK 所以我就把 目前為止 我所有我老公的衣服都是我買的 但是我覺得他很棒 因為他超級適合亮色的衣服 所以你看 他可以駕馭 對 他的褲子顏色 那麼亮 好漂亮喔 你看 他真的很適合 我覺得OK 而且你感覺又很年輕 對 好亮 斗哥的膚色可以曬得 跟這個衣服衣服一樣 也是不容易 是不是很好看 就是橘色的襯衫加紅色的褲子 亮色的衣服 我覺得還是要小心 因為我平常都穿衣服加背心 你跟人家講顏色有點太妥 對啊 你有什麼資格講 所以我太太就想說 你這樣子出去逛街 倒垃圾 你穿這樣子 也不行 對嘛 所以他就幫我買黃色的POLO衫 很好啊 因為他不錯 很亮色 沒問題 夏天啊 後來我就去IKEA 然後就大家 我去買東西的時候 大家沿路就跟我說 這個東西尺寸是多少 他就說什麼 我一開始就覺得很容易 好漂亮喔 然後他到了 對耶 我自己問問題的時候 我才發現 而且他都在配牛仔褲啊 對 他們都這樣吧 我就融在店員中了 剛才會想說 為什麼我來問問題 這樣你真的也可以 對 你也可以去參觀 你有好多工作可以做 對耶 你站著玩一個紅燈 可以去海底 然後喝披薩哈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家要買鮮豔的 要注意一下有沒有那些店 不要當天不要去 而且我也很怕 我老婆幫我買衣服耶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名的男藝人 他之前的 太華麗了嗎 叫Stage Oh my God 不便宜耶 很潮 OK喔 這穿上去很適合配那個 登登登登登 然後一個黑墨鏡 還要配一個金箱鏈 你知道嗎 真的好難喔 其實 其實他真的駕馭不了 為什麼 因為爪哥的感覺 比較像那種白領 對 因為他剛剛帥帥 然後他又走動 他沒有太皮的感覺 他就有那種drinks的感覺 他不能走太接 你確定這衣服適合配漁夫嗎 可以... 你真的有辦法 我要稍微拆 泰肚... 泰肚出來 泰肚 泰肚 好可以耶 好可以... 這樣比較好 手勾 抓卡 加油... 我喜歡黑色 泰肚... 看起來了 邵緯哥 這個我穿過了三千 看你要不要 三千收 我想把三千身穿 沒有啦 三千... 可以... 可以... 可以啦 其實你真的都送他了啦 可以 OK啦 不可以啦 這個就是終點 有名在路上撿到外套 是高上有名 好啊 你好 四千 為什麼你穿這樣好好笑喔 那只剩下一千八了啦 只剩下一千八 好 剛剛是衣服 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聊 比較這個購物的品味 另外一半有沒有送過你什麼東西 他覺得很棒 結果你看不懂 送我這個幹什麼有沒有 一直以來我老公 其實他都不太送我東西 因為一來他怕我不喜歡 二來他自己也很懶惰 所以我就其實都沒有抱什麼希望 然後有一次生日他送我禮物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好感動 想說這個男生是被雷打到嗎 怎麼突然開竅了 後來是我打開禮物一看 所以我感覺我被雷打到 因為他送我這個 茶壺 好適合再先生喔 再先生 你就找他了 對啊 你們都是給他的 你把錢放裡頭 把你的當 把那個當錢包很搭耶 可以 滿足一下我們的那個 慾望 對 讓我們看一下 對 慾望 你可以拿一下 你要抖一下 好適合搭的 你好搭喔 好搭喔 謝謝 好搭喔 我們是在這個火鍋店 幫大家加茶 謝謝 好搭喔 對啊 這感覺比較適合 賽先生怎麼會送給你 對啊 誰會送老婆這個東西 他有什麼想說 對 他有解釋嗎 有啊 他有解釋 我就說為什麼你會 就是怎麼會送這莫名其妙的東西 他說因為我看你最近就是 很喜歡泡茶喝下午茶 我泡的不是這種茶 你是這種茶吧 對 然後說我在眼中茶吧 所以他就很貼心送我一個茶壺 可是我想泡的明明是那種紅茶 可以配餅乾 然後很優先那種 伯爵茶 對 打打電腦的不是這一種 而且剛剛賽先生拿他是不是很重 對 他有點重要 他很重耶 我有練過啦 我練過還好 那我怎麼 有什麼很優雅的這樣子倒 他有什麼茶杯組嗎 沒有 也沒有 對啊 感覺要一組對不對 對啊 感覺是放在櫃子裡頭 展示而已啊 直接泡茶總是有鐵線會出來什麼 對啊 到底你們想要收到什麼東西 賽先生想 兩百收 對 兩百收 很便宜 但這個禮物我覺得還不是最瞎的 我覺得我收過更瞎的 什麼 這個禮物應該算是我 四十年來收過最特別的禮物 因為其實去年我生日的時候剛好 因為那時候剛換完車 然後也沒有 因為我其實我們生日的時候 會幫自己買點東西 但因為剛換車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我一直期待 他會送我好東西 他其實是一個 會送我很具體我需要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跟他說 我想要買手錶 然後我以為他有聽到 他就說他會給我一個好的答案 結果這個禮物很可怕 什麼 好期待喔 好大盒喔 他送了我一個 這什麼啊 什麼 什麼 這跟手錶有什麼關係 他跟我說這就是他給我的答案 這就是他給我的答案 這要怎麼辦 你知道嗎 這是什麼 餵奶的啊 餵奶的啊 餵奶制啊 這就是他的答案 他說你接下來不用考慮車跟手錶 你只剩這個 這給男生用啊 這給男生用啊 對啊 這就是餵奶啊 你寶寶就餵這樣子啊 那你這個手就可以空下來 另外一隻手可以滑手機 滑手機之類的 是喔 你說這禮物有沒有厲害 這禮物好好啊 是不是 我會覺得滿好的耶 這個誰會 這個都換我說 因為他想要空出一隻手滑手機 媽媽怎麼可能讓爸爸餵奶 滑手機 文綺 你就知道他要讓我體驗 我接下來的人生就都是這回事 不過這個發脾是好的 對啊 其實滿方便 而且滿穩的 對 所以 那妳要帶回家 對... 謝謝 兩百收... 兩百收 我從去年四月 我就在就是用了一個頻道 就是趙小小女人說 然後就記錄 我就是像Vlog一樣拍 那我原本其實真的只是有點 覺得我可以自己用手機拍 不想給自己那麼大壓力 然後呢 不只我老公 連汪少偉也看到我 我就說你要去升級你的設備啊 然後我老公這一年呢 應該我覺得他 再增加我的設備這件事 是喔 二十幾萬有十萬塊 是他要把它摔壞 然後弄壞 你知道嗎 那我 我說真的 因為我從以前真的就是3C殺行 我自己很清楚 就我非常有智智之明 我現在手上拿的是一個GoPro 大家覺得GoPro有什麼特別 這已經是第三支了 對 這一年來喔 對 第一支是Sony的運動攝影機 它花了兩萬多塊買 然後我拍了一次回來以後呢 說真的我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不見了 不見了 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 等我回來的時候 我打開盒子 就是 不見 只有盒子 對 我真的不知道在哪裡 我只用過一次 後來呢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真的是3C殺手 你也知道 你不要再買了 他後來就買了這個的上一代 然後我們家小孩呢 就說太棒了 他就想要用這個GoPro 拍縮時 他就放在我們家的那個窗 框打開一點點 然後就把那個GoPro放在那裡 然後那時候我就突然覺得 房間很悶 我也不知道小孩 放在那裡 我就把窗戶打開 然後 然後那個 我們家住六樓 對 坐了就掉下去了 第一天就走了 對 真的啊 第一天就走了 一點都不誇張 而且重點是 真的 我原本想說 摔壞還沒有機會修一下 真的 所以你們現在看到的呢 第三代的 那除此之外 他還買別的給我 因為就有粉絲說 你拍Vlog就是很晃 什麼幹嘛 我老公就買所謂的 三軸穩定器給我 那個很大隻 我們自己出去拍 真的手很痠 而且那個有點重 很重 所以我老公就買了一隻 這個小的給我 電子煙 對 那是好可愛 這是什麼 好厲害喔 然後他按三下 他就會轉過來拍妳了 你看你現在 你現在原本在拍外面對不對 一二三 我來 他要按快一點 認竹人 認竹人 壞掉了 壞掉了 是衝掉了 等一下 那個我是機會 現在是拍我嘛 大家有看到嗎 對 有看到你 好 按三下 一二三 有了 現在又拍到那個 而且他的夢得很小 但很清楚耶 對 很清楚 然後他也可以接在手機上 你可以看手機的螢幕 他會有很多 這真的好輕 而且他超輕的 對啊 超輕的 就是可以真的出去跑什麼 你覺得這個是 滿足斗哥的購買欲 還是他真的是為了他買 我覺得有點滿足斗哥的購買欲 對 因為他已經太多了 然後他想買給自己 買給老婆好了 對 而且他會覺得他很有理由 像他買了一個腳架給我 我現在架在那邊拍鎖匙 那個腳架也是 我昨天直播的時候 我就在那邊弄腳架 然後他在旁邊就看著我 拿著相機拍我 他說天啊 你這樣照片出去 多少人會羨慕你 會覺得你超專業 如果你在架不好 你在那邊 你才是跟我講什麼廢話 你知道那個感覺嗎 他很愛這個 對 他主要是給你 他真的喜歡的東西 像我也是啊 我之前幫我太太 要挑他的生日禮物的時候 我就想要幫他找 非常珍惜的東西 是 然後我就找了一個東西 非常的特別 是一個藝術家 他生前做的 這個藝術家已經過世了 然後這個東西 我還跟我太太說 紅寶嗎 黑馬島 這什麼 這個是一種非常非常特別的 王少偉 你會不會想揍他 珍惜的 全聽完他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個珠子啊 最特別的就是 你把他放在一個固定的斜坡上 他會慢慢的走 走走停停 然後想一下事情 然後再走幾步 然後再走 有沒有 真的耶 然後再走 再停 可是這可以幹嘛 很神奇吧 真的很神奇 怎麼會走走停停 大家都不太知道是怎麼做的 對啊 有一些推測 但是從來沒有人 把它切開來看過 又太珍惜 太珍貴了 那他是有名字嗎 我們都把它叫做 那你給老婆說 老婆臉色有變吧 還滿神奇的 這個東西只有你懂而已吧 對啊 他真的是 走走在想事情耶 他就說這個好像玻璃珠 還比這個還要好一些 對啊 這是很珍惜 然後你看你直接走兩步 你看 他真的停一下走一下 這個人生會喜歡 真的 完美 就是一個會看紅綠燈的 而且真的花了 而且真的花了很多錢 很多錢是多少 快兩千多 兩千多 那跟這兩千 哪有一次 算了算了 他自己講那麼多 比十顆拉的正實 稀少啊 好啦 兩百說吧 兩百說了 你都沒看過 兩百說了 很好說啊 就當我比較細兩百 就打兩百二 兩百二 你會喜歡對不對 湊滿五顆打一下 我老婆消失 這樣 湊滿五顆 湊滿七顆 可以叫神龍出來 這個太妙了啦 真的是走走停停 幾乎沒有人看過十秒 以後也象徵你們的婚姻 走走停停 你有什麼資格講別人 你是被蝦的拿出來你 我的 我跟你講 我的那不是蝦 那也是貼心 因為我有認識一個朋友 像小喬這樣 他的神經很粗 然後又常常喜歡戶外活動 然後一天到晚掉手機 然後我有一次出去逛街 我就發現有一個東西 那個手機殼超適合他 我也想要一個耶 跟你講 結果我送給他 他隔天就退還給你 為什麼 因為他的本尊就是 站住 拜託 他包包... 這真的很蝦 不是 這個太沒誠意了啦 不是 這個真的很耐摔 你知道他為什麼退還給我 主要原因 他塞不下他的包包 對啊 他包包塞下去 然後兩個那個熬 就在抓住一下 然後他覺得很不好意思 可是真的超耐摔的 誰喜歡 不好看 可愛 二十桌 可愛喔 二十桌... 他沒有說兩罵說二十耶 那我貼一百八給你換那顆球 貼一百八 不是 我在櫃 等一下我們先來交換 你交換 你交換 這個真的很耐用好不好 我覺得應該滿適合你老公的 對 適合 你要不要收一下 張雨桿 你收 這樣子好了啦 真的很適合 他那張雨桿 我這個跟你換茶壺 那茶壺跟你換球 對 茶壺就茶壺 你很喜歡啦 可以 現在是玩交換遊戲就對了 交換爺禮物 有些禮物在你們眼中 不是寶 可是這樣 我不是寶啊 那你這樣換一換 大家不就開心 接下來這個禮物 在你眼中絕對是寶 真的 在所有男生眼中絕對是寶 真的 我真的不懂 我跟你講 為什麼 你們的禮物被推貨 都情有可言 因為真的太爛了 但我在你 我真的太爛了 話好好說喔 但我這個真的不懂 是我買的是 Jodan十一代 對 十一代 而且是他有一次 就突然跟我說 他生日 他就說 我覺得每一個男人的鞋櫃裡面 都要有一雙Jodan十一代 我就聽到這句話 有一個傻音 我就想 OK 我要買一雙這個 我就上網去找 而且我這一雙 還不是後來的復刻版 我這一雙是最 原本的嗎 對 哇 我天啊 他完全沒有打開過 我想問一下這雙 這雙三日要多少錢 各位 看一下黃醫師的眼睛 都亮 但我一直說這樣打開 因為有高興嗎 對 重點是他收到的時候 他真的很開心 這是很好的禮物 但重點是他就從那一次之後 他放在鞋櫃裡 放了兩三年 都再也沒有去碰它 也沒有打開 本來這不是拿來穿的 你看連盒子到有點都灰塵了 連黃醫師都說 本來就不是拿來穿的 那些收集球鞋 本來就不是拿來穿的 但他連打開都沒打開過 他就跟我說 因為我只是說 每個人鞋櫃都要有一雙 他就這樣叫我 然後我跟你講 他就是那個黑鞋那一個 他就說 而且你買黑色的鞋子幹嘛 你什麼都在賣黑色的鞋子 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黑鞋 對 他說有黑白配色 你為什麼不買 你為什麼買黑鞋 而且高筒會讓高方人腳短 他是多怕短啦 他就是很怕短 但他有180鞋 他就是高筒會讓他身材 什麼尺寸 我們看能不能收 我們這邊收 好老闆 他今天冬天會需要外套 下降努力就加兩千 我只要兩千的 好怕你的蒙蝦殼喔 不要啦 衝一整套再配那個章魚頭 真的很適合耶 所以奶色是不是真的覺得 收到這樣的禮物 是會開心的 其實是很開心對不對 但是會開心喔 但你們真的不會穿出去 這不會啦 因為它有價值嘛 對啊 了解 就是讓它增長 以後再賣的 我就說那你就穿去打球 他說 真的耶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們放在家裡 就算被嫌棄或就算用不到 也都還算合理 但我這個禮物我真的就是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出現在我們家 有一天小兵就工作回來就說 親愛的 我今天帶了一個禮物回來給你 我想說工作就工作 怎麼好意思 還送我禮物呢 結果本來滿心開歡喜的 想說來看看是什麼驚喜 結果一看到 我真的就是白眼翻到後面 我真的希望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因為 對 這什麼 這是什麼偉人 這是什麼偉人嗎 三逼烈硬的小兵啊 到底有多地獄 什麼東西啊 給他翻證上 又給他穿花巨山 沒有 看到 這對大家罵出來 我真的是 火冒三丈 我就問他說 你是得了什麼絕症 要死了嗎 還是你做了什麼 兩次的事情要受人家擠養 你買這回來幹什麼 他就說你完全不懂 這個就是科技的 複製跟創造 天啊 他就是三滴烈硬耶 你看他這個在我們家 擺在那個架子上 如果我去出外景不在 就好像 神經病啊 他長大了 你還可以送給他的床家 對啊 好可怕喔 天天景仰的這樣欣賞 可是我跟你們講不誇張 他就把他放在我們家 一進門那個高高的層板上面 有時候工作到比較晚回家 增光暗了 一打開門就 怎麼有一個頭這樣看著我 真的很正怪耶 真的很怪 多少收 要收 不收 不收 對不起 而且因為是小兵更不想收 這很... 對啊 可是這個風在家門口太久了 我跟你講你以後就 每天給他奉茶 然後給他上香 然後自己就覺得很奇怪 就會叫你收下來 他臉沒叫April 每天過去跟他三鞠躬耶 這太妙了啦 是不是 這個是唯一一件 木屏流標的今天 對 沒妙的 沒有人 沒有人 在先生都不要 但是我真的覺得 男生很奇怪 像你剛剛講那個球鞋的也是 就是我講的是買東西回來 但他沒有要把它 又也沒有要擺出來 沒有 就是把盒子收著 還是到灰塵這樣 對 我老公非常喜歡公仔 然後他喜歡那種鋁合金 然後那種都超貴的 像你剛剛講一萬九 他買了一隻什麼那個 Iron Man也是一萬九 那個 對 真的 可是喜歡的人好喜歡 那個真的會增值 對 可是你知道 然後他還買一個 跟這個桌子 很好看耶 有沒有 就是很大 你看他驕傲的眼神 我的天啊 然後你看 那一盒Iron Man 只是藍色的那一盒 它旁邊那一大盒 是無敵鐵金剛 真的 真的 是那麼大盒 跟這個桌子一樣大的盒子 那麼大盒 然後從頭到尾就擺在那邊 然後大家看一下 這個下面 最下面那個桃 桃南鄉 是他爸爸當年四九年 從內地 就是跟著撤退國民黨 來台灣的桃南鄉 明明有前後 都是他的工廠 箱子還滿適合我的 對 箱子可以收 箱子可以收 箱子多少雙 等一下 你們今天到底 要幹嘛的 所以我就真的不能理解 然後在我們家的一個角落 然後就是放滿這些東西 那時候我還想說 因為我們家要做一個櫃子 我還跟他講說 那我幫你做那種 透明的那種玻璃的櫃子 你可以把它放出來展示 因為你覺得很 每天看到心情很好 他也不要 他就寧願這樣丟在那 可是像這種東西放出來展示 是不是你就覺得他不OK了 沒有 有一些最珍貴的東西 對 而且要按照自己覺得 最好的表現方式 對 你說怎麼擺放 這是真的 對 你知道剛才我看到 你那個第一張照片 你知道那個是Iron Man的 第一個原版的那個 對 那一隻機械人 好懂 在山洞 對 它是後來才 一直演變到 現在是科技化的 好懂喔 很懂 所以如果你有那一台 你會抱著睡嗎 我會啊 我有收集那個變形金剛 是同樣一種概念 我們這種人就是 買東西都很精準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我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 我跟妳講 跟妳講 妳想說妳幹嘛把他扯進去 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 你不要握我的手 有拍戲的人一定會尖叫 有拍戲的人都知道 我們拍戲時間非常的長 對 所以都是需要一個 很舒服的椅子 對不對 對 有拍戲的人都知道 而且那個椅子有多豪華 就有多豪華 對 甚至有些可以躺 有些可以擋風箏 還有放椅子啊 有些旁邊還有一個小桌子 我有一天就買到一個 超引以為傲的 因為它攜帶超方便 因為越豪華的 它攜帶越不方便 很重 所以我帶了一個 超方便的一個 戶外的拍戲用品 漂亮喔 我今天就割愛 送給鍾心儀 鍾心儀常拍戲 我不要 好笑 出手 我把他送回家 我不要 這就是 真的做一個便宜 好棒喔 你不要用什麼 你自己釣魚要用什麼 你不要 我如果跟你拍戲 我就帶他去現場 不是啊 我要用 它真的很穩 你要來做做看 你舒服嗎 而且床那麼低 各位... 它還有亮點 它不是攜帶方便而已 它還有 它有保溫帶 很爛喔 它還可以放飲料 好玩喔 好玩喔 你那個是 我懷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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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三鮮... 三鮮... 這個很好用 三鮮特好用 你去路邊擺攤的時候 對 在實際上 這個平時你做完了 你覺得想要起來走一走 你可以這樣掛著裡面 你好臥喔 很燥耶 超糟耶 超糟耶 真的氣場都沒了耶 這個很適合大排明星 我真的曾經 曾經有問過 幾個藝人都不要 都不要 我唯一適合的是 就是那個 曹生 清澀的媽媽 你們還可以放個冰飲料 冰毛巾 這適合嗎 真的 它那個還小酥 是專用的啦 對啦 藥牌都沒拆 你們知道為什麼 沒有保養耶 都沒有人要 你自己沒有做過 你自己沒有做過 接下來我沒人要 我就自己用 我跟你講拍戲你就給我做這個 我就帶著 你一定要做 什麼 什麼都可以 這麼好的東西要給你們的保養 而且我跟你講 今天你們介紹完之後 我突然發現其實自己老公的品味 也沒有那麼糟了 對 不過雖然我們的另外一半的品味 真的有點問題 但是我覺得呢 不管怎麼樣 它有個無庸置疑的品味 嗨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爸媽好 謝謝爸媽好 最後一個大家拜拜 謝謝 不好意思 現在過爸媽都在很傷腦 然後小朋友一直玩手機 然後一直沈迷在電玩裡頭 好像可不可以幫我們解解套 也不是全然那麼不OK對不對 所以你看在2017年 有一個科技專業的人才招募公司 他們因為他招的人都是 跟科技相關的這個爭才 所以他在2500個 受訪資訊當中 他就說有24%的 這些招募的這個主管 會希望 你是曾經有玩電玩的人 來我們這種 跟科技相關的工作 那當然是跟這個產業有關係 畢竟你如果沒有玩過 或是你不熟悉 那這個可能你就沒有辦法 在這個公司 發揮到最好的一個潛能 所以其實玩電玩的 不見得是壞事情 再加上現在電玩 其實更多的不同的面向 有些有合作 角色扮演 抑制 已經不是那麼簡單了 不像我們小的時候 變成玩具就是反射動作 就一直按一按人 想一瘋 雞雞蛋 對... 所以其實現在會玩電玩的孩子 你要先問他說 那我可以跟你一起玩嗎 讓你在陪孩子的過程當中 了解說原來他玩這個東西 真的要用腦耶 真的要合作 要有團隊 要佈局 對...那你就知道 OK 我的孩子大概除了說 希望他能夠要有時間 運動 眼睛要休息之外 這個東西對他未來 解決困境的能力 適應力 或者是甚至溝通能力 說不上都有幫助 所以電動玩具 不是完全的壞 重點是他玩什麼 他怎麼玩 還有他在其他正常的 現實生活中 有沒有因此而被影響 我覺得這些面向統合起來 才能知道你的孩子 是否有沉迷的問題 了解 有一個新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 對また 我們現在可以再次回答 對於我們 下不再次回答